一年一度的籃球盛宴 威廉瓊斯杯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賽事將在7月24號至28號 于新莊體育館登場 中華女籃依照慣例分為藍白兩隊出賽 中華籃集結多名旅外球星 包括彭詩琴 張啟芳 王維玲 以及吳英杰等人都將出賽 而效力電信的後衛潘茲營 是相隔兩年後再次入選 看著自己過去在瓊斯杯的精彩剪輯 沒想到她的反應是... 對 就是看一下覺得年輕真好 這應該是兩三年前的照片 對 然後就是很開心參加這次的瓊斯杯 講因為每年最盛大的一個籃球活動 我希望接下來呢 我們的集訓大家能夠很努力 然後去面對每一場比賽 學姐敘事待發 身為學妹的中華白 則是在瓊斯杯之前 還有施大運這場印章要打 本季首批WSBL戰袍 就勇奪得分後的怪物級新人陳維安 將全力打出最佳表現 至於本次陣中最年輕的小將陳夢欣 則相當期待站上瓊斯杯的舞台 嗯 是不會有壓力 但是我覺得就是有這樣的稱號 讓我就是覺得自己每一場都要準備好 然後隨時都要就是帶領大家 或是做到自己的角色 就是之前看瓊斯杯 就是其實有很多台灣的球迷 然後就是也滿期待 能看到那麼多球迷來支持我們這樣子 本屆的瓊斯杯中華藍白兩隊 除了要和日本 韓國 菲律賓以及紐西蘭 一較高下之外 也將藉此磨合出最佳陣容 目標在九月底的亞洲杯派出最強戰力 奪得佳績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